你 又让你给我担心 岂止是担心 是怕 我知道你被冤枉献了 我怕我不能救你 不能为你遮风避 坐下来 这不是好好的吗 好好的 差点脚都没了 是啊 我若是没了双脚 如何洗衣做饭 如何照顾两个弟弟 还不如死了痛快 免得拖了他 这是什么话 你若没了双脚 我替你洗衣做饭 我帮你照顾弟弟 且不说没了双脚 退一万步 仅仅脸上一个稻子 就会吓跑所有了 那就让他们退避三射 我在这里陪你 你真不嫌弃我 仇恋不堪 无论何时何地 何种情景 你在我心里都是冒我的话 我哪有那么好 你的好只有我知道 你的好只有我知道 我黄蟹不求能够分 只求你我心里降低 看又来了 不理你了 你不理我 我还是要理你了 你这又是何能 命吧 是 敏音 有什么话就说出来 别跟我吞吞吐吐的 那日黄蟹诬告婴儿 婴儿的确委屈 那日事情真相如何 你我都该心里有数 算了 我也不打算追究了 只是希望你今后做事 不要再自作聪明 母后说的是 你也无论 要是 不会再来 鲜儿 你过来 自小 你在我身边长大 你跟我说老实话 你跟黄蟹 到底怎么回事 那黄蟹 看得出 你对黄蟹有情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黄蝎乃是人中龙凤 你若对她有情 并非是你的不是 母后座主 提起黄蝎 因儿心中好痛 你也是个伶俐的女子 明明知道黄蝎对芈月有情 为何痴心不改 那是因为芈月蓄意蛊惑 若没有她 黄蝎自然心意就转了 男女之间讲的还是缘分 你和黄蝎是否有缘 还要看你以后的座位 母后代婴儿情义深重 一儿早已经把母后 当成自己的娘亲 话说到这份上 我就让你留意一下 你那姝妹妹 她天性纯良 亦被人诃骗 芈月心思诡秘 经常在她身边 弄不好就把她带坏了 我就把你当成自己的耳朵 和眼睛 凡事多留个心眼 母后的话 婴儿记下了 芈月 你站住 我有话与你讲 我与你无话 我与你无话 站住 那日的事情 你恨我也吧 不恨也吧 反正我们已经是仇人了 我这里有两句话 要与你讲清楚 你要是识相的话 以后就离黄公子远一些 黄公子一群之才 虔诚远大 与你来往 少不得会沾了你的晦气 真是愚不可及 你竟然辱骂我 我也是识才刚刚察觉 我与黄公子 真是天造地设 情投意合 只怕以后 要多多来往了 你 你曾说过 你对黄公子根本无异 那是无异 此刻却有了 你能如何 你 你竟然言而无信 殷姐姐对芈月恩声会众 芈月只好食言了 你 你给我站住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这就去找黄公子啊 站住 你别老笑啊 你快说你 你怎么跟她说的 我对她说 我与你情投意合 只怕以后要多多来往了 你可不知道 当是芈月气的那模样 你说你跟我情投意合 对啊 我就这么对她说的 玉儿 你可终于明白我了 我早就明白了 你对我好 让有些人看得眼红 气得肚子疼 看来你还是不明白 我对你的一天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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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真知道了 说说 你知道什么了 我已经想好了 过些时日 我就请曲子去大王处替我求亲 一旦大王允诺 我就筹划准备 迎你入门 好不好 你老笑什么呀 告诉我 好还是不好 不好 不好不好